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欺人欺语 日事催闻 今天讲一件好有趣的事 现在年轻人不懂的 现在人们用鸡精、味粉、调味料 上世纪五十年代 我们用的叫做味精 那些味精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不能出产的 要进口的 在哪里进口 在日本进口 我都见过那些拳 一个小拳 上面有三个汉字 写着味枝素 味就是味道的味 枝是枝乎枝也就是枝 枝是枝乎枝 枝是枝硬的枝 即是原枝的枝 味枝枝 那时候用来调一点 那些味道很甜 很先进的东西 那气班佬是衰 拿了它的名字 日本味精 血厚语是什么 味枝素 即是未知到为什么 味枝素 也不知道这个数 就是味枝素 日本味精 就是味枝素 拿它的招牌过来 所以凡事 喂 知不知道这个台做什么 日本味枝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这个台 多少钱 不知道 日本味精 味枝素 这都成为血厚语 可见那些气贩脑 随时最终的生活 什么都拿起来呢 它就用来做的口头善也好 做的生活语言也好 若果 你外行的不懂 今天做什么气 日本味精 日本味精 哦 原来味枝素 粤剧传统 戏与戏人 我下一期说什么 都是日本味精 味枝素